大家好,我是莉娟,今天用包菜来做好吃的 首先,把包菜一片片的包下来,这样清洗的时候比较干净 用清水把包菜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包菜切成细丝 切好的包菜,改刀在中间切一下 收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根胡萝卜,先切成馅儿,再切成细丝 切好后,收入碗中 锅中烧开水,下入包菜和胡萝卜,焯水一分钟 时间到了,冷水捞出 放入碗中,放入碗中 放入两个鸡蛋 加入50克的面粉 50克的玉米面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,搅拌成面糊 搅拌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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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一层油 添加油 倒入面糊 拌均匀 再加一层黑芝麻 盖上盖子煤5分钟 时间到了,翻个面 盖上再煎5分钟 时间到了,翻个面 煮至金黄,就可以出锅了 切成小块,方便食用 好了,这道包菜早餐饼就做好了 包菜这样做,真的是太好吃了 营养搭配均衡,又好吃 咬一口里面满满的是蔬菜 味道吃起来特别的鲜美 里面加了鸡蛋,吃起来特别的柔软 当做一道早餐,非常的不错 有蔬菜,有鸡蛋,有粗粮 营养搭配均衡 喜欢的话,赶快试一下吧 大家记得关注我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